欢迎来到MOVING24H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今天我们想向您发送以下时事通讯。 网传王一博,成义合作,双男主的商战剧,顶流强强联手。 男鼎流成义的最新剧作正在优酷独播中,然而,与其他顶流剧相比,它的一个引人注目之处是,几乎没有广告干扰观众的观影体验。 这一现象引发了一些观众的疑虑,他们开始怀疑这是否真的是一部顶流的作品。 然而,与成义本人的形象一样,这部剧充满了矛盾,让人难以捉摸。 成义在娱乐圈中拥有大量的粉丝,这些粉丝常常被他帅气的外表所吸引。 成义的颜值和独特的嘴吹口哨的方式成为了他的标志性特点,深受粉丝们的喜爱。 然而,正是这种矛盾的特点,使成义在演艺圈中显得与众不同。 目前,成义主演的新剧《莲花楼》在优酷平台的热度已经突破了万,但与此同时,他的招商表现却不尽如人意。 观众们纷纷表示《莲花楼》的每一集都充满了悬念和情感,但招商却不温不火。 有人称之为暴剧的《莲花楼》,却在商业方面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有观众认为,成义虽然在剧中的表现出色,但似乎不太注重商务方面的表现,这让一些粉丝感到失望。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些演员如罗云熙,虽然在剧中的表现不俗,但商务方面的表现却较差。 这引发了人们对演员在娱乐圈中的多重角色的思考。 那么,成义的演艺生涯中是否存在一些苏感呢? 苏感通常指的是演员在作品中所展现出来的令观众产生强烈共鸣和情感连接的能力。 与成义难兄难弟的肖战相比,两人都面临着相似的问题。 肖战的古装剧与女演员、任敏的搭档虽然备受期待,但却没有引发观众的CP感、情感连接感。 同样,肖战与白百合在一部大型剧中的合作也未能产生强烈的CP感。 这让人们开始思考,对于一名演员来说,是表演技巧重要还是与其他演员之间的情感联系重要? 在当今的娱乐圈中,观众对演员有着更高的期望。 他们不仅希望看到出色的表演,还希望在剧中感受到情感共鸣。 成义和肖战作为南鼎流,都面临着如何在商务和情感方面取得平衡的挑战。 这也让我们不禁思考,一个演员是否可以同时兼顾商务和情感,在娱乐圈中取得更大的成功。 南鼎流成义和肖战都是当今娱乐圈的热门演员,但他们都面临着一些矛盾和挑战。 观众对于演员的期望越来越高,他们不仅追求出色的表演,还期待在作品中感受到情感共鸣。 这让演员们需要在商务和情感之间取得平衡,才能在娱乐圈中获得更大的成功。 这也是演员们不断努力成长和发展的方向,为观众呈现更多优质的作品。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